刚看到 室外还有308条划痕 90个5点 10852块可不行了 现在最少10852万 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赔 10852万 租房子1200 你这直接赔偿 直接翻了9万倍 这是赔偿还是拆迁征地 还有那墙上的鸟屎也要罚 是不是有些过了 少废话 我尝过了 这鸟就是在你表位租赁期间来拉的 还热不着呢 哎 算了 你不是有百达集团上饶拆迁负责人的电话吗 我倒要听听他能怎么说 哈哈 小子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好啊 那我就让你看看一个亿万富翁是怎么诞生的 刚给老王百达600亿的投资 没想到是开发到这上饶提灯定损的老头身上了 有意思 王德发快点跑路 你们村有人醉了温神大佬 刚接到总部通知你们村不拆了 啥 不拆了 我可是贷款了300万 你说不拆就不拆了 不拆了我的一个意上哪里搞 老子怎么知道你们村谁这么找死 还敢得罪温神 老子现在已经被百达开除了 正收拾东西准备去煤矿报道 别让老子知道是谁 不然老子打断他第三条腿 得罪温神 温神是谁 没听说过 温神是谁 我也没听说过 嘿嘿 温神不私人 败家小老外 你是不是皮痒了 靠 温神你都不知道 你真是无知啊 那你说说 在你认知里都有那些大集团 大集团 契额算不 恩算 继续说 拜达集团 巴里扒拉集团 恒小集团 华为 惊西 行了行了 现在知道温神是谁了吧 不知道 靠 傻批吧你 这么说吧 你说的这些集团 实际上都是方温神在控股 啊 这个温神也太厉害了吧 不过这样的大人物 要是那给我签个名就好了 妈耶 世界上还有这么厉害的大人物 那他得有多少钱 会不会已经超过千亿了 呵呵 你知道的还不少 谁 谁在说话 问一边去 你个简破烂的还敢插嘴 我靠 等一下 难不成是你这个简破烂的搞的鬼 不对 你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草 居然是你个混蛋搞的鬼 你他妈平时欺软怕硬也就算了 今天竟然惹了这么大事 你给我等着 我现在就去把你大谢八块 卧槽 不是我 我真没有得罪温神 只有一个臭简破烂的 哦 不拆了 呵呵 这还真是报应啊 怎么的 这回还有底气欺负人吗 该死的 我不好过 你个臭简破烂的也别想好过 还有那狗屁的温神 没事折腾我干什么 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岸 为了这简破烂的 呵呵 你们还是确定好了 现在这家伙可不是拆迁户了 另外还欠了银行三百万 你们如果动了手 他可赔不起哦 你说的有道理 老灯 要我们动手没问题 把钱掀戒一下 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 老子有钱 老子有的是钱 哦 对了 破烂老你们还没给我赔房子磨损的钱呢 你不是用钱砸我吗 来啊 你再砸一遍啊 拿了钱我就跑路 哼 到时候老子找个要开发的地方 再找一套房子出出去 呵呵 砸你就算了 想必等一下有人会提我砸你的 诺 你看你身后 那是不是人 众人纹身忘却 顿时就见一个大汉 带着不下百事人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见到来人 表妹下意识地浑身一颤 抓住了方小凡的胳膊 哥 来了这么多人 怎么办啊 我靠 太多人了 不行 脚搬机我不腰了 快跑啊 哈哈哈哈 原来是村长他们来了 哼 破烂老现在你还张狂 老子的人来了 在那 别让他跑了 村长你来得太及时了 就是这个捡破烂的不赔偿我钱 你快帮我教训他 回头我在村里摆流水席 好好好 大家一起上 给我好好教训这混蛋一顿 那看谁干上钱 稍安勿躁 你们到我身后 哈哈哈哈 破烂老 要想不挨动 那就乖乖赔钱 之前10852你不赔 现在少一千万你走不了 给我倒 哎呦 尊长你打错人了 你打我干什么 该死的 老子早就看了 气软怕硬不爽 今天竟然脚活黄了我们村的牌吧 老子揍死你 麻蛋了 老子马上就要成为白马虎了 结果因为你有饶去农地 你们都让开 两个蛋蛋留给我 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呵呵 他自己就由自取罢了 行了 看热闹吧 该死的王德发 你给老子滚出来 害我去挖美 老子今天打断你的腿 兄弟 你来晚了 他五条腿估计已经都断了 呜呜 方董 果然是您在这里 呜呜 我错了 方董 求求您给我个机会吧 这真不管我的事啊 都是他王德发自己干的 哥 他 他为什么给你跪了呀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嘿嘿 这还莫看出来呀 你哥走死那个人间人烟里吻神 去去去 少胡说八道 让你查的资料怎么样了 一警察后脸 他这里属于违法用滴 另外 这家伙夜死王德发的同货 这东楼做死他们两个以气间糟的 呵呵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 我爱 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 没错 我是参与了 我认罚 方董 我愿意去挖美 等一下 我现在有点猛 这到底是回事 知道你大爷 你给老子等着 到了没块 老子让你好过 什么意思 您 您就是开发商 哎呦 您可明鉴啊 这可不管我们村的事情 都是这个混蛋 败坏了我们的名声 嗯 他们确实没做什么坏思 冤有头债有主 既然如此 那就继续开发吧 不过前提条件是 这栋为贱可不算数 方董一放心 我们马上就把它拆了 村民们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半小时内 把这里移为平底 五五 不要开了 哎呦 我的显微镜别打 五五 完了 全完了 哎 何苦呢 行了 他欠的钱 我们先替他垫付了 至于他 就送去煤矿挖煤 慢慢还吧